姚历七十年得顺 二十而老 令顺设行天子之政 见之于天 姚辟未凡二十八年而崩 这将叙述姚得到顺 以及让位给顺之后的经过 百姓悲哀如伤父母三年 失去了这样的统治者 百姓打从心中感到哀痛 四方莫取月以思姚 姚已经死了 如果心中真正伤悲 又怎么有闲暇去听音乐呢 所以他就说四方莫取月以思姚 姚之子丹诸之不孝 不足受天下 他知道他自己的儿子 是不能够承担天下的重任 他不能够把天下交给他 注意啊 这个不孝孝的意思是四年 就是他不像他的父母那么杰出 不像他的父亲那么杰出 指的是这么一个意思 于是乃全受顺 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顺 受顺 注意下面这两句 这是中国人的思想 我讲这一篇是在讲思想 我不是在讲历史的史诗 史诗是真如此需要考证 但这个思想 史记里面讲的这个东西 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受顺 则天下得其力 而丹诸病 受丹诸则天下病 而丹诸得其力 他就去考虑 把天下交给丹诸 天下都要倒霉 只有丹诸可能得到好处 可是如果天下都倒霉了 你丹诸真的能够安坐天子 自卫到追踪吗 天下没有这个倒霉的 如果你不给丹诸呢 那就丹诸一个人好像有损失 可是天下得其力 这就是抉择的问题 姚曰终不以天下之病 而立一人 我是天子 我不能以天下 让天下造成损害 而只为了给一个人得到好处 即使那个人是我的儿子 而竹寿顺以天下 遥崩三年之伤病 顺浪必丹诸于南河之南 把位置浪给丹诸 避开他 扶完伤三年 按古老的习惯 天子驾崩之后 三年是由总宰来执行证悟 就是由三年将会由大臣之手 来执行证悟 而他自己的儿子是要扶伤三年的 这是传统的说法 当然后世的习书 每一代都是不一样的 诸侯朝进者 不知丹诸而知顺 不往丹诸而往顺 通通去朝见顺 没有人要去朝见丹诸 遇颂者 不知丹诸而知顺 朽事需要裁决 没有人去找丹诸 去找顺 大家都去找顺 欧歌者不欧歌丹诸而欧歌顺 天下传送政绩良好的人 都在称赞顺的成绩 没有人在称赞丹诸 你从这个看起来 人心之所向 人心就是天心 所以顺曰天也福 这是天意 既然明心如此 天心如此 而后知中国见天子未焉 以至顺终于决定 继承天子之位 视为帝顺 接下来要重复一遍 前面三个故事 只是这一次我们变换角度 从于顺的角度来看 前面是从谣的角度来看 后面是从于顺的角度来看 实际怎么写呢 于顺者名曰崇华 崇华附曰古首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名字 古就是瞎了眼睛 手就是老头子 古首就是瞎了眼睛的老头子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一定是后人 或当时人给他的称号 绝对不可能是他父亲 原来的名字 他父亲如果原来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一定是他祖父母取的 谁会给儿子取名 叫做古首这种名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所以这是一个称号 从华父 叫什么名字 我们已经不清楚了 大家都称呼他古首 古首赴曰 桥牛 桥牛赴曰 勾往勾往赴曰 靖康 靖康赴曰 穷才 穷才赴曰 帝专须 帝专须赴曰 昌义 大家我们看到昌义这个名字 突然勾起了人的回忆吧 皇帝最重要 后来他认天子之为两只子孙 其中那两个子孙 来自于他两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 就叫做昌义 各位都记得吧 以字一顺 七世 这在告诉你什么 在告诉你 顺 也是皇帝的子孙 只是这一只的子孙 靖狱没有那么好 自从穷残至于地顺 皆微为数能 都待民间过日子 已经不是显贵的诸侯了 顺 前面讲过了 顺父骨首盲 而顺母死 骨首根取妻 而生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前面说 顺的母婴 那个母是他的后母 是用生的他弟弟叫做项 项奥 在这里用顺的观点 就解释了 比那个姚的观点 要清楚的更多 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故事 最好是从不同的观点 交汇来看 骨首爱后妻子 骨首比较喜欢 第二个老婆 生孩子 常遇杀顺 哇 这就严重了 他的父亲想要杀他 不管原因是什么 他的父亲想要杀他 顺该怎么办 他里面可能包含着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但是顺身在这样的家庭 他总得有解决之道 你们认为顺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注意看哦 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顺必逃 跑掉了 如果要杀顺 顺就跑掉了 极有小货则受罪 如果只是按小的过错 要小小的惩罚他 顺就会乖乖回来受罪 你看这个人的智慧聪明 中国人讲孝顺 可是你们要特别注意 中国人讲的不是余孝 什么叫做孝 孝就是顺 什么叫做余孝 余孝就是明知父母要犯大的过错 你因为顺着他 还让他继续犯那个大过错 那就是你不孝 所以中国人说 小杖则受 大杖则整 父母拿小棍子要打你 你就要乖乖接受 那是顺 父母拿大杖要打你 可能会造成你生命的危险 造成你肢体的残缺 这时候立刻跑 跑得越远越好 绝不能让父母犯下 无法弥补的过错 这才叫做像 当年曾经有人问过孔子 什么叫做像 孔子说 无为 后来凡池就问孔子 什么叫做无为呢 幸好有凡池这一问 否则们按无为按字面的意思 十个人一定有九个人解释 不要违背父母的意思 这个解释是错的 因为孔子告诉凡池 生斥之以理 死葬之以理 忌之以理 无为是无为于理的意思 父母的要求合乎理的 我们要承受 要顺从 父母的要求不合乎理的 我们就不能去做 中国人真正的孝氏 这么一个意思 不要搞错了 如果父母不管合理不合理的要求 你都要去遵从 那就叫做余孝 顺你不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 顺是圣贤 圣贤有道德 可是千万记得 有道德的人不是白痴 有道德的人 他也有智慧 在中国最高的道德和最高的智慧 他必然是合一的 如果他父亲 气急败坏被人挑拨 想要杀他 他有多远跑多远 如果父亲只是想小小的惩罚他 他一定乖乖承受 顺势负及后于地 日益毒井肥有限 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独 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 可是绝对没有懈怠的时候 继续跟他们良好的相处 顺 既周之人也 这是古代的商传 顺的一生曾经 耕于栗山 淤于雷泽 淘于河滨 做石器于寿丘 所谓的石器指的是树木 就要做很多人家日六 家常之器 按传统说法解释很多 我现在只找一个传统说法 跟你们说 旧石于腹下 腹下有失地名 关于前面这些栗山雷泽河滨寿丘附下在哪里 自古以来考证多得不得了 不同的历史学者有完全不一样的讲法 我没有时间一一考证 你们要记得那是个地名 而且对于我们讲史记 武帝本记的作用 那个地名也没有什么大影响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讲重点 这一类繁琐考证的问题 你们各位有兴趣 可以找相关的书籍来看 什么叫做旧石于腹下呢 就是足石于腹下 在这个地方 足石秤立 也就是做商业工作 他曾经做过生意 就这么一个问题 你看顺做什么 农夫他也做过 渔夫他也做过 陶器他也做过 日用器他也做过 连商人他也做过 几乎什么民间人做的生意 顺都做过一遍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孔子说 无少也见 故多能鄙视 顺年轻的金玉 从这个文字来看 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继续往下看 顺 父骨手丸 母银 地向 这重复前面的一遍 接欲杀顺了 他的后母想要除掉他 他的弟弟想要除掉他 偏偏他的父提气又不好 容易受人挑拨 所以就变成接欲杀顺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够倒霉的 生在这种家庭里面 顺 顺事不失子道 兄弟孝辞 欲杀不可得 他最聪明的地方 要杀他的时候 就没有人找到他 急求 需要他的时候 藏在这就出现在你身边 真是神出鬼没 这个人 为什么 这就是他 是不是顺真的如此 我们说过这是史实的问题 这是中国人理想的一个典范 中国人理想的孝子 最理想的境界要做到这个地步 你们就知道这个文化并不鱼 这个文化也绝对不鼓励鱼像 这个文化也绝对不得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